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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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师父 驾岗 你是大哥兼师兄 你要好好地指点你弟弟 知道了 师父 战装是我们武当太极 最重要的入门基本功 你的同学已经练得七七八八了 有什么不明白就请教他们 是 大师兄 大师兄 我今天不想练战装 我想自己到那边练功行不行 你又想旷课 以嘉岗的水平呢 旷课一两堂不受影响 你跟周都是新人 一定要练好基本功 回到你的位置 战装 人有三级不行吗 周 你的基本功四模四样 腰挺得狠直比宣少也强多了 其实我小时候呢 有跟我哥学过一阵子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小学生的程度 如果你是小学生 那他就是幼儿班 一个男人 跑步要一群女人傍着 什么玩意儿 你不还是要我陪你跑 这怎么一样 我又没当你是女人 不好意思 我也没当过你是男人 因为你实在跑得太慢了 我叫你说话了吗 闭嘴 我不明白 为什么欧神宁人跟高脚骑练过 不跑山呢 总之他们兄弟没有一个好人 只知道把我的没 如果你再这么跳跳跳的 连孕妇也比你跑得快 你懂什么呀 我没发力呢 我一发力也吓死你呀 一 一 什么精彼 怎么样 死了没有 他们不知道是不是人 我跑了一个钟头还追不到他们 原来我跑得比他们快 我都不知道的 人家在跑第二圈了 周哥哥你很厉害呀 跑山这么久还这么好体力 没什么 其实在香港我每天都有跑步的 而且之前是实习医生的时候呢 要做外科手术 少说要站十几个钟头 可能是这样把腿力训练出来了吧 哇 这就难怪了 刚才光是看见跑步的样子 就知道你腿力不错 真是没想到这么厉害 上辈子没借过男人似的 我不明白白面书是有什么好的 比你好 人家跑几圈都不会像你这样 躺在这里 什么呀 躺着也需要好体力的 怎么样 不服气 他算老几 追我 喂 为什么喂啊 人家没名字 未成年的给我闭嘴 喂 你是大医生啊 我是一个医生 喂 就是少说也要站十几个钟头 工作需要是要的 喂 你刚才不是说你自己腿力好吗 趁现在还不到时间回去 你敢不敢跟我比比兔子跳 好啊 玩玩 Go 预备 没起 来啊来啊 快点 快点快点 先加油 稳下去 先加油 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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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 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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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稳下去 稳加油 稳加油 快点 一 快 加油 快点 出去 哎哎哎 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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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你没事吧 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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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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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筋抽筋抽筋啊 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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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行不行 给我看 我叫你这蒙古大夫搞过的 都不然忽不忽悟后遗症 大招线 帮我走 不好意思 谢谢 没事了 没事了 要不是我脚趾抽筋 我会输给他 请你别动不动跟人家斗 我怕你又再出洋宵 你不帮我 我反而帮外人 等着瞧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周哥哥 你刚跑完善 一定很累了 你吃什么 我帮你夹 其实我自己夹就行了 不行不行 周哥哥 你记得多吃几口饭 这里的饭菜很清淡 没什么味道 我怕你不习惯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我平时吃饭 也很清淡的 对了 周 菜这么清淡 会不会影响 我们baby肚子里 孩子的营养 妈 你别说的 好像这里 没什么能吃似的 我觉得 朱哥哥 朱哥哥 我考了范蜀 我分一半给你 谢谢 喂 范蜀 为什么就抓过个油 我们没有啊 就是啊 我还有一半 追到我 我就给你 你有送我 我追了啊 没有 喂 你弟弟好像很受欢迎 他受欢迎关我什么事 其实你们兄弟 到底怎么回事 一下子很难解释给你听 别问了好不好 周哥哥 现在是不是很多男生都去做护士啊 老实说的确越来越多啊 如果长得帅一点去做护士 岂不是很受女护士欢迎 就跟现在一样 连饭堂亮姑你也觉得周哥哥帅吧 你也看见像张无忌 哇 张无忌我都说的帅了 屁 他想张无忌 那我就张三丰 算你够定你 没想那些死丫头发拉情势地缠着白面书生 我要不是有职责在身 我也有事问帅哥医生 你 你 那 大家都看到了 小草虽然柔弱 但是 不管她遇到多强大的风 她都会顺着风势摇摆 绝对不会被大风吹断 相反 大树比小草强壮得多 但是 她遇到强风的时候呢 大树的树枝很容易折断 在遇到强风的时候 大树就会很容易地连根拔起 各位 掌声送给呱呱逗逗 大家不妨说说 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 怎么样才能融入我们生活之中呢 宣少爷 你是不是想解释一下 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的意思呢 她说什么 我的职责不是来听课 是这样的 坚强的人呢 通常都会死而无憾的 可是没用的人呢 当然会苟且偷生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解释得很好 不过你却听错题目了 一个人如果过分坚持己见 寸步不移的话 那他就很容易招致失败 但是相反 如果一个人能够因应环境而改变自己 那他达到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加川 你说出了 兵强则不胜 木强则兵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的道理 加川 师父我没收错你这个徒弟 师父在夸你啊 太极推手就是我们太极拳的精华所在 是以慢打快 以柔至刚 以小力胜大力 大家找大大 各自练习 来来来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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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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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事 先生 先生 你没事 你还伤了 不用 打张线 叫我的支撑机来 把我吊上去 身上弄湿一点就大伤风 你平时一定很少运动 要不要叫周来看你 不用啊 那个贱男银医 只知道看女人 我才不给他看呢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人家 我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人家跑步比你快 跳高比你高 还有推手也比你强 我会妒忌他 那无畏 他哪点比我好啊 人家样样都比你好 人家是大医生 英俊潇洒 在这里多受女人欢迎 那又怎么样 我比他有钱 人家比你有家交 那又怎么样 他比我钱多 师父说他悟性高 那又怎么样 我猜产比他多啊 除了钱之外 你还有什么宣少爷 组织这世界上有钱就是大爷 还有啊 你说的白面说成实践实美的 我就不信他一个圈子都没有 等着瞧 总有一天 我要在大家面前 揭穿他一意的真面目 你想怎么样 我忍了你一天了 你死定要留在这里 你想怎么样啊 弟弟 没有啊 我留在这里练练武功 以及等你答应跟我回去咯 答应什么呀 我说了不回去就不回去 你别这么固执行不行 你是医生 很多病人在等你医治 怎么可以跑来玩啊 那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我为什么要学医 我为什么要当医生 不就是为了想治好你这个病咯 想吗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的病基本上是治不好的 现在医学昌明 什么都能治得好 最重要是你自己别太灰心呢 我不是灰心 我是面对现实 你能不能当我这个 就会死的病人 去完成他的心愿 我不想又再连累身边人 更加不想连累你 那你还当我是一个医生 我更要坚持救人这个信念 更何况是我的家人 总之我一定要亲自 带你跟我回香港治病 我已经说我不走了 好 你有本事 你打赢我 我跟你回香港 是不是我打赢你的话 你真的答应跟我回香港 你没学过功夫 平常笨手笨脚的 让你学一辈子功夫也打不赢我 好 我是证明给你看 我看后天可以打赢你 我会证明给你看 这个世界是有奇迹的 奇迹是吧 你慢慢等你的奇迹吧 奇迹 你们在看什么看得这么专心啊 我在看我的偶像 许玲姐的电视剧 她演得真好 很感人啊 我告诉你们 以后不要回来 阿康 你别赶我们走 你叫我跟女儿上哪儿去了 总之挣不到情 以后就不要回来 阿康 爸爸 别扔下我们 爸爸 不要我们了 妈妈 我好饿 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你乖乖地在这儿等妈妈好不好 妈妈很快就回来 大姑娘 买馒头啊 老板 我女儿病了 她三天三夜也没吃过东西 你可不可以行行好 施舍几个馒头给我 行行好 施舍 你傻呀 你耽误开膳堂啊 走吧 走吧 你不买就别把握我做生意 我求求你 你行行好 老板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再求也没用啊 真烦恋你 走 别把握我做生意 一个人如果命苦 还可以尝试积极地面对 但是如果命贱的话 除了逆来顺受之外 我真的想不出 我应该如何面对我的人生 美国的日子 也让她没有适当决定 有请不出 但是我依然有一个极为悲微的梦想 就是想把我女儿抚养成人 希望她能够拥有一个 幸福的人生 真不愧是我的偶像 是林姐 不止演技出色 真情流露 她还演什么像什么 是啊 不说我还以为 她真是到了妈妈 不止这样啊 有一样更了不起 就是她肯放下身段 演那些角色 什么气腹啊 有孩子的妈 是 有很多大明星啊 打死都不肯演啊 对 今年时候一定是 石灵姐 我也看好她 你们没听过 什么叫戏子无情吗 她戏演得越好 就证明她人越讲 是你们无知妇孺 才会让这个烂人给骗了 你为什么 骂我的偶像 石灵姐是烂人 你连我也说成是 无知妇孺啊 你真是没大没小啊 星星姐 星星姐 别上线 蜜亚呢 应该是嘴太快说错话 吃不到很新鲜的 摆明是艺人 艺人不够虚伪啊 怎么演得出来的 亏你们还当她首相 你够了 人家得罪你了吗 为什么一直侮辱我的偶像 石灵姐 我是个个艺人的虚伪了 他们也有真心的一面 他会有真心 你别逗我笑了 像这样的破电视剧啊 多看一眼都要洗眼 我还是关掉吧 你不看就出去 别逗我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别弄坏电视剧啊 我就想坏电 就不然 看怎么啦 别吵了 别吵了 怎么办 坏了 你赔给我 换得更好 不用看坏眼睛 不要啊 有什么理由啊 琳琳阿姨 你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啊 虽然我送了一支新手机给你 也不用昧着良心来卖乖的 琳琳阿姨 你看这支手机的款式多漂亮 看看 是啊 真的很漂亮 不过最重要你喜欢 当然喜欢啦 琳琳阿姨你送的 还是你最疼我 我听你说 之前那支手机好像有点问题 我才答应送一支新手机给你的 那你不准这么快换手机啊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啊 并不是那些很喜欢追潮流 换新手机的人啊 我的手机啊 用了三年了 不但很快没电 新的apps呢 也下载不了 我才想换新手机嘛 但是爹地 妈咪他们呢 实在太唠叨了 姐姐是美德 常挂在嘴边 不可以贪心忘救 哔哩巴拉 哔哩巴拉 有时候我真的被他们烦死了 米娅 你不应该这么说 你想想 一支手机你弟弟妈咪一定买得起 只不过他们不想你养成要什么有什么 而不懂得珍惜的坏习惯 更何况他们这么做也是因为真的很疼爱你 才会什么都为你着想嘛 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 但有时候他们真的很烦嘛 动不动把他们做人那套东西硬要塞给人家 才不像琳琳阿姨你呀这么开通 如果你是我妈咪就好了 快吃东西 光顾着说话 好 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谢谢 好的 放心 明天一早呢 我亲自开车送她回家 好吗 放心 好 拜拜 琳琳阿姨怎么样 妈咪批不批准啊 我开口了 你妈咪怎么会不批准呢 好 琳琳阿姨 这么晚了还吃东西啊 你就不怕胖吗 这个不胖的 这些是莲藕粉 对女人呢 特别的好 补气又补血的 而且呢 有时候我熬夜冒出青春痘 我喝了它 青春痘立刻消退 这么神奇 对了 你就快考DSE了 经常熬夜 怕不怕长青春痘啊 不如冲一碗 给你尝尝 好啊 好啊 说的好像万能似的 怎么冲啊 说到冲这个呢 真的是有窍门的 首先呢 这个莲藕粉一定要用温水 把粉冲开了 然后才可以拿很热的水呢 倒下去 搅拌成糊状就可以了 好像很有趣似的 可不可以让我尝尝什么味道啊 当然可以 等一下啊 差不多剩糊状了 现在尝尝 好 淡淡的 什么味道都没有啊 吃太多糖不好的 不过如果呢 你真的喜欢甜一点的话呢 放一点黄糖 因为黄糖呢 又健康又天然 它也不会抢了藕粉的香味 很好的 想不到春晚藕粉也有这么多学问啊 当然啦 不过这个方法呢 是我很久以前一个好朋友教我的 好像只有她才懂 淋淋阿姨 你说的那个好朋友是不是你以前的男朋友呢 你人小鬼大 你人小鬼大 问我这种问题 什么 人家只是关心淋淋阿姨你嘛 一直以来啊 都没听过淋淋阿姨提过你以前男朋友的事 只有一些八卦杂志写的那些八卦新闻 你没谈过恋爱吗 你知道了 其实干我们这一行呢 谈恋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有时候timing不对 人事不对 如果勉强的话也不会幸福 对了 我刚刚看了你的姑妈类的剧本 你可演人家的妈嘛 是啊 这个角色呢 很有挑战性的 我也很喜欢 哦 但是淋淋阿姨 你不怕被人定型了吗 但是我觉得当演员的 应该什么角色都要尝试的 无所谓 淋淋阿姨你这么漂亮 一定是人家的亮妈了 亮不亮呢 我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呢 是观众接受我 这些都不重要 你知不知道什么最重要 不知道 是你能够很支持我 知不知道啊 我一定很支持你的 而且没我一定在电视机前看着你啊 是不是真的 我爸是 别动别动别动 哇好大一条黄尘啊 好好好 你几天没洗澡了 好 出来就出来了 哇 我要 我要掏右边耳朵 再来再来 嗯 我看看右边干不干净啊 嗯 哇 右边很干净啊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别掏了 其实经常掏耳朵不好的 知不知道 谁说的 我小的时候 林林阿姨就经常帮我掏耳朵了 哎 你记不记得呢 你第一次在这里过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当然记得了 当时啊 我只有八岁 爹地妈咪呢 说要去结婚中年的纪念旅行 我呢 就来了你家里住了一个星期 玩得真的很开心 结果还发高烧呢 你就是玩得太疯了 烧到一百零四度 我真的很害怕 后来叫救护车送你去医院 我多怕你烧坏脑子 幸好后来没事 最搞笑的就是到了医院啊 护士跟医生各个抢着跟你要签名 是啊 米娅 嗯 那平时呢 你过来这里过夜呢 我很欢迎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 每一次都是因为跟爹地妈没吵架 才跑到这里 当这里是避难所 你真以为我想跟他们吵架吗 有时候跟他们怎么说都说不明白 米娅 你爹地妈咪呢 做了四十多年人了 有很多想法 他们一下子很难改的 更何况有些人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你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思 听听他们怎么想 是不是 那我又没说不尊重他们 那行了 那你记得明天回去的时候呢 买个芝士蛋糕给你妈咪 你妈咪最喜欢吃芝士蛋糕了 就当是 好 哄哄它好不好 嗯 嗯 蛋糕这么漂亮 妈咪看到 不会生我的气了吧 那个女儿啊 说不买新手机给她 她就发脾气跑去找林莉 又要林莉买给她了 惯坏了 你说林莉惯坏女儿 你自己还不是跑去买新手机 送给蜜亚 哇 那我不只有两只新手机 真不明白 女儿这么喜欢去找林莉 难道我这个妈咪做得不够好 她就是要黏着亲生妈咪 傻话 你这个妈咪啊 已经做足一百零一分了 蜜亚很喜欢黏着林莉 可能是她们母女 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吧 你怎么会不会 那这一天早上这么高 起来收买人命啊 这么早在这里 整晚没睡去做贼呀 许正义长 我年大学开始呢 就养成早起的习惯了 这也叫早 我今天算晚了 你会不会有牙周病啊 快找个牙医去看看吧 你懂什么 我每个月都留一次牙血的 不行吗 你猜有没有人 财疤费 觉得怎么样 很好 有没有松一点 很松很舒服 你看什么 监视营医 饭疼晾菇也搞 盈医中的盈医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 帮老人家按摩 很正常的 闭嘴 古董人的早餐特别好吃 你看看他 他连哑巴也不放过 基本很好吃 你看看 周哥哥 你是不是想喝茶 茶是不是凉了 我帮你倒些热水好不好 你想喝多少 董董 董董 奶奶开水来 又出手了 又出手了 师父走 早 师父早 早 师父 因为我之前急着上山呢 虽然日用品带的不够 所以我可不可以请半天假下山补一些 好 早去早回了 知道了 师父 你会唱歌 我不是 你会唱歌 你会唱歌 嘛 哪有 你会唱歌 来 我 沈总 一定有问题 没奶的 糟了 我忘了问豆豆 她的凤梨干在哪里买呀 分手 分手 看到你太好了 我想问你知不知道山下呢 哪里有凤梨干卖 凤梨干 这是菠萝干啊 菠萝干 菠萝干就在 火车站对面那间文明杂货店就有的卖了 它那里的番薯干很好吃的 那我回来的时候 顺便买些番薯干给你吃 好啊好啊 谢谢周哥哥 不信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喂喂喂 番薯番薯番薯 刚才银医跟你说了什么 哪个银医啊 周啊 他跟你说什么了 哦 周哥哥 他问我 他说他想买东西 问我哪里有的卖吗 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你让我想一想 我不是很记得 你想 哎呀你快点 你快点想 快点想 哎 范薯怪啊 那如果呢 你想到我请你吃马尔代夫的超级无敌大番薯好不好 好好好 我没吃过大番薯 他说想买什么 什么什么罗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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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什么什么什么罗 什么什么什么罗 难道是买哥罗方 你肯定 当然肯定了 范薯亲口说的 他说银医问他 山下哪里有哥罗方卖 喂 突然想买哥罗方啊 他一定是想拿来迷人这里的女人了 喂不行不行不行 你晚上还是到我房里睡 免得他连你也搞了对不对 去你房里不够危险 你不是真的以为我是这种人吧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周 怎么你眼红人家 喂 那你说他突然买哥罗方来干什么 买了自己锡啊 新闻的多的是你也看过了 迎见医生侮辱女病人 难道是刻上字抹两个字在额头上吗 就算他真的去买哥罗方 也不代表他有不轨的企图 你找到证据的时候 再来跟我说 你不见证据不掉泪是吧 好 我就当着大家面 揭穿银医的真面目 豆豆 买了菠萝干给你 豆豆 不用了 我请你吃 不是你吃 谁吃啊 师父 猴子 你这个银医胆子不小啊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骗哑巴没来荒山野岭 尸毒手 欺负他不会说话是吧 薛少爷 你在这里干嘛 在那边装饼藏啊 你是不是想吓死我啊 喂 太鼠 你来的这个 你豆豆危险 豆豆 豆豆有什么危险 总之关系到他的真操啊 喂 我们边走边说 快点 快点 原来你买菠萝干是想喂小猴子啊 让我试试 让我试试 他们好可爱 来 不是要救豆豆吗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正所谓捉贼见赃 捉银贼呢 就一定要拿着竹竿 待会有什么动静 你就拿着这根扁蛋 朝着银一银面狠狠打下去 知道吧 啊 拿着这根 这根扁蛋 朝着他打下去 为什么要打周哥哥 哎呀 你别看他外表嘶嘶问问 其实他里面是一个 人面兽心的 斯文败类啊 他想 迷茧你的逗逗啊 什么叫迷茧呢 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你的逗逗心的被人欺负 一直欺负一直欺负 喂 你是为他的好朋友 你没有道理不保护他对不对 保护 当然要保护他了 那这么说就对了 待会我一喊 Action 就拿着扁蛋 一直打一直打 我就负责拍出他的罪证 行不行 行 行啦 哇 喂 Action 别在那 别在那 轩少爷 你想干嘛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被人打伤脑 要不要叫周帮你看看 我帮你看看 喂 你别过来 我喊呢 轩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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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 我买哥罗方来迷晕痘痘啊 你终于承认了吗 周是下山帮痘痘买菠萝肝 不是哥罗方 还有啊 刚才痘痘呢 带我去喂小猴子吃菠萝肝 我们真的没什么 刚才拍了照片 不如你自己看吧 那你刚才为什么整个人 拍到痘痘身上啊 哦 刚才啊 其实刚才我不小心 被树枝绊倒 所以跌倒了 所以 sorry痘痘 那早上呢 你在女御室外面偷布拉 怎么解释呢 难道又是我看错了 哦 你说早上啊 哦 其实是这样的 我早上经过女御室的时候呢 看见有布拉在地上 那我就问了 谁知道没有人应 最后我只好拿回来了 最后我也成功物归原主了 那那个物主是谁呢 布拉是我的 是我不小心弄掉了 周帮我捡起来 那个三十四滴是你的 要不要我偷给你看 哇 不要 你啊 小人之心 做君子之父 周都不跟你计较 你是不是应该跟人家说对不起啊 其实是小事 无所谓的 娜娜 听到了 不用说对不起啊 没事不用啊 我警告你们 今天的事绝对不能说出去 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们 你也是 我真是笨 真是没用 我怎么会 相信玄少爷 跑去打人呢 我打了周哥哥 傻藩蜀 都说不管你的事了 你也说我傻 我真的很讨厌自己 要不是我的头撞伤 我就不会傻的 跑去打错好人了 范蜀你听我说 你并不是傻 你只是不记得以前的事吗 好了 你别不开心了 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来 范蜀喽 我现在哪有心情吃啊 我 我可以拿给周哥哥吃啊 我给他吃 他就不会怪我了 范蜀 你别去打扰周哥哥了 他现在忙着医治线摔的头 范蜀 范蜀 周哥哥能医治线摔的头 说不定也能医好你的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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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能够帮我恢复记忆 能不能够想起以前的事呢 其实要看情况而定 不过 瓜瓜 你知不知道 范蜀的头是怎么撞伤的 我只知道呢 大约半年前左右 我们在让定期下山买货的货车上面 发现了范蜀 当时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像被火烧过似的 头呢还有很明显的撞伤 我真的很怕 不过救醒他之后呢 他什么都不记得 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 看到他很喜欢吃范蜀 我们就叫他范蜀了 那你们有没有带他去看医生啊 有 师父有带他去看过医生 但是没什么进展 知不知道范蜀有没有家人 或者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不知道 师父有帮他登过寻人广告啊 也报过公安啊 但是失踪人口没有他的记录 什么资料都没有 那只好让他留在武当山上住下来咯 我看很多电视剧呢 看到医生会帮病人催眠来恢复记忆的 周哥哥你会不会 我在实习的时候呢 有受过催眠训练的 不过管不管用我不敢打包票 不过可以试试的 哇 周哥哥你好聪明啊 我想知道以前我是谁 好 那范蜀 你有没有一些长期戴在身上的东西啊 譬如好像戒指 项链 手链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发现范蜀的时候呢 他已经戴着了行不行 让我看看 应该可以 我们尽管试试好吗 好棒啊 范蜀 山姐 你去哪儿啊 我听呱呱说呢 家川在帮范蜀做催眠 看他记不记得以前的事 我现在过去看他 一起去 哦 师父 师父 你敢揪的催眠术 是不是真的管用啊 当然希望管用 我也很想知道 范蜀以前到底是什么人 范蜀 怎么样 坐得舒不舒服啊 嗯 嗯 首先不要紧张啊 嗯 放松一点 嗯嗯 做得舒服点 嗯 嗯 接着 看着你最喜欢的项链 看着他 看着链坠 慢慢地他开始 摇啊 摇 然后你的眼睛 会越来越累 眼皮越来越重 重到 开始慢慢想闭上 终于闭上了 然后你会感觉到 越来越累 越来越困 终于忍不住睡着了 好了 翻说 现在你感觉到很放松 人轻的就像 没有重量了 接着的记忆 会慢慢回到很多很多年前 回到 来到武当之前 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 告诉我 这一刻 你看到什么人 在干什么 因为我 记杂 木银 记忆杂 有时间再来 对对对 你们俩啊 挤杂不拔 挤杂不拔 喝吧 没输出 喝吧你 正点 正点 我爱不别 越南带别我的心 豆豆 唱得挺好的 最爱情是你喜欢 东哥 真的 东哥 你坏死了 你干嘛只听他唱歌 不理人家 我陪人 来来来 别生气 别生气 翻一个 东哥 你最好了 左拥右抱的 你看看我们 身边的眉有眉 拿块镜子 照照自己吧 照照你的鬼样子 东哥 你看 刚才拍的那些照片 你好帅 好吸睛啊 真的是很帅啊 我马上不停下来ART 东哥 带你头 听个听了吗 听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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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听个看 看来 听个看 那这 真是幸运 我们今天来了四个新妹 一个比一个美 你看看 东哥 东哥 来 跟东哥打声招呼 来来来 东哥 好 看 今天这么开心 全都给我坐在这里 来来来 坐这里 坐这里 坐这 坐这 东哥 来来来 坐坐 你好香 东哥 东哥 都带出场吧 这怎么也很正啊 等一下 主角还没来 谁啊 还有谁啊 谁啊 谁啊 那 主角到了 东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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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疤我們已經忍戰性畏懼 人世間輕碎 也不顧腦進或退 若我好比一點水 向下流脆 限界中爭取 也許身處錯敗類 濟起兩手 我寫開一切別無懼 人世間輕碎 也不顧腦進或退 若我好比一點水 向下流脆